男人变态地命令着女孩 还把沾了女孩巴巴的手指放嘴里 羞耻地提议 让女人感到恶心 可即使再不情愿 塞琳娜也只能听话照做 因为一旦反抗 她就会遭到惨无人道的卢打 毕竟她面对的是方圆石里 最变态残暴的土豪地主 对方早年穷困潦倒 却无恶不作 常常偷鸡摸狗 打架结社 后来不知在哪学了一手练金术 便开始低价从村民那里收购首饰 然后提炼成黄金充实家产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金钱就是地位的象征 她很快称败一方 而她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怪异 甚至开始横行霸道 欺负村民 很快 已经年迈的她便高价买来一个年轻女孩 让她和奴仆一样伺候自己的隐世起居 可地主的手段太过变态 在她的折磨和凌辱下 女孩很快精神失常 最终被她赶出了门 而塞琳娜的父亲听说此事后 立刻把主意打在了自己年轻漂亮的女儿身上 一眼望不到头的生活 母亲不堪重负选择上吊 如今为了偿还巨额赌债 干脆将塞琳娜一路拖往地主家里 不管塞琳娜哭得死去活来 父亲却丝毫没有一点怜惜之情 强行拽着她赶路 还特意来到酒馆 和债主表示马上就能还钱了 村口大妈看着可怜的塞琳娜 但自己却有心无力 帮不上任何忙 塞琳娜苦苦哀求的眼神 依然没有人上前帮她 就这样被父亲拖着穿过了村庄 迈过了小溪 最终来到此行的终点 被地主赶出来的女孩双眼无神 仿佛被身体被掏空的一干二净 塞琳娜看着女孩的惨状 急忙哀求父亲 爸爸不要啊 求你了 然而 铁石心肠的父亲 直接就把塞琳娜带到了地主的面前 地主却只接受等价交换 说简单点 你给我物品 我给你钱 塞琳娜很显然被父亲当做了交易户 甚至为了多卖点钱 大肆吹嘘女儿全身没有一处瑕疵 地主闻了闻塞琳娜 问她今年几岁 哭泣的塞琳娜无视了地主 立马被一把抓住 她害怕得浑身颤抖 地主还变态地舔着她的脸 而一旁的父亲却内心毫无波澜 地主告诉女孩 以后你就是我的了 要乖乖听主人的话 再次询问年龄 塞琳娜在恐惧中告诉了地主自己刚满18岁 地主对她很是满意 直接把厚厚一叠钞票给了父亲 父亲一拿着钱就开心地转身离去 一眼都没看塞琳娜 父亲前脚刚走 地主便迫不及待检验起塞琳娜 想要看看她是否像描述那般完美 此时的塞琳娜早已吓得瑟瑟发抖 可在地主的逼迫下 她只能听话照做 而就在这时 塞琳娜注意到自己脚下 竟藏着一个瞎眼的少年 她顿时对少年产生了好奇 可还不等她弄清楚对方身份 就被地主连打蛋骂拖进了房间 这天晚上 塞琳娜遭受到从未经历过的噩梦 当地主沉沉睡去后 塞琳娜才敢喘口气 她遍体鳞伤 想到今后要一直生活在折磨与非暗中 就更加痛苦不堪 为了逃离地狱 塞琳娜不顾一切跑回家里 会在父亲面前哭着哀求她不要抛弃自己 这一刻 塞琳娜彻底心灰意冷 她被父亲臭骂一顿 紧接着被赶出家门 而无处可去的 她只能强忍着疼痛与恐惧 继续回到地主家 然而 就在进门的那一刻 塞琳娜再次看见躲在楼下睡觉的少年 女孩在上面洗澡 浑然不知楼下的瞎子在蹭她的洗澡水 虽然瞎子什么也看不见 但却能感受到女神的香味 在这一刻 瞎子的灵魂与女神同在 不久前 女孩被亲生父亲卖到了地主家受尽折磨 瞎子对她一见钟情 女孩也很快注意她 好奇地主动询问瞎子 得知瞎子多梦原来和自己一样 都是被送来抵债的孩子 尽管地主对外宣称她是养子 可实际上却将她当作奴隶使唤 不但要负责家里所有的劳聪 还要时刻服从命令 受尽了地主的打骂 最初时 饱受虐待的多梦也曾想过要逃跑 可被地主抓住后 她不但遭受到惨绝人寰的毒打 还被其活生生烫瞎了一只眼睛 从此之后 多梦彻底向命运屈服 再也没想过逃跑的事情 得知赛琳娜的遭遇后 她只能劝说对方忍耐 可出于人性和良知 她还是在听到赛琳娜尖锐的惨叫声后 忍不住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之后的日子里 身为同龄人的两人越走越近 常常凑在一起说话聊天 可也正是这段时间 赛琳娜亲眼见证了地主的暴虐和行无常 她贪欲享乐 白天以打骂多梦为取 就连对方只是忘记关机窝的门 也会成为她发泄脾气的理由 晚上地主则喜欢虐待赛琳娜 经常逼迫她做一些不想做的事 没有尊严的生活让赛琳娜彻底忍无可忍 她决定靠自己的力量逃走 同时她也明白 想要彻底打败一个人 不只有靠金钱和武力这些办法 还能靠感情 于是赛琳娜开始故意温柔地对待地主 在对方面前 全然没了之前恐惧憎恨的表情 转而变得温柔又体贴 甚至会对地主撒娇 塞琳娜大胆又娇羞的模样 变态的地主竟忍不住心中遗产 她忽然发现自己不知何时 越来越离不开对方 甚至对她产生一种莫名情愫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 地主渐渐长出了恋爱脑 沉浸在塞琳娜的温柔香里 整个人开始变得柔和起来 为了哄塞琳娜高兴 她破天荒地拿出藏有黄金的小盒子 从里面掏出一根金项链 亲手为塞琳娜戴上 甚至还主动带她去了集市 为她买了很多漂亮衣服 地主的转变引起村民们的好奇 甚至还夸赞她脸上多了许多笑容 可坠落爱河的恋爱脑地主 丝毫没有发现 塞琳娜早已给她设计好了圈套 就等她钻进来 女孩被毒鬼父亲 卖给地主当发泄工具 每天都被摧残的遍体鳞伤 她不愿一生都在黑暗里度过 没有财力和武力的她 决定用感情打败心狠手辣的地主 一边极力讨好对方 让对方爱上自己 一边则想办法让奴隶多梦帮助自己 于是设计好了一举两得的圈套 这天晚上 趁地主醉酒睡熟时 塞琳娜翻出金库钥匙 偷偷从里面拿走一条项链 果不其然 第二天醒来后 地主火冒三丈 她以为是多梦偷了项链 将她按在地上疯狂抽打 而塞琳娜看到后 立刻拎着一把刀地了上去 这番举动让暴虐成性的地主 瞬间愣在原地 她以为这是塞琳娜忠诚的表现 开心至于便不再独打多梦 而多梦则认为塞琳娜救了自己 不禁对她感激涕零 塞琳娜的第一步成功完成 为了让地主彻底放心 塞琳娜还特意端来要酒 洋装心疼关心起地主的风湿病 温暖的话让恋爱恼的地主顿时感动不已 殊不知她才刚刚睡着 塞琳娜又找到多梦慰问起她的伤势 甚至主动给了多梦一个拥抱 塞琳娜的话让多梦感激的同时 也燃起对自由的希望 她决定完全服从塞琳娜的安排 而很快两人就等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天地主要出门参加村民举办的晚宴 按照往常 她一定会带上塞琳娜 可如今出于信任 她便放心将塞琳娜留在家里 转头一个人赴约 然而地主万万没想到 她才刚走不久 塞琳娜便翻出她的金库 快速打包好行李 准备带着多梦逃跑 谁料这关键时刻 多梦心怀不安地拦住塞琳娜 希望她能再让自己感受一次温暖 为了计划顺利进行 塞琳娜只能答应 与此同时 刚参加晚宴不久的地主便喝得烂醉如泥 被塞琳娜的父亲搀扶回家 然而刚走到半路 刚才还一脸谄媚的父亲忽然狠狠地笑起来 这让地主十分不解 可谁知父亲接下来的话 竟让地主彻底陷入绝望之中 原来 地主年轻时为非作胆 曾欺辱过塞琳娜的母亲 而塞琳娜就是在这之后降生的 为了出这口恶气 父亲不但逼死了妻子 还故意将塞琳娜买给地主 如今大仇得报的她大笑着转身离开 只剩下地主仍坐在原地悔不当初 而更让她绝望的是 当她推开家门的那一刻 竟发现塞琳娜和多梦在一起 哥迪亚怒吼着想要上前阻拦两人 谁知下一秒塞琳娜就举着砍刀向她回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地主都没能讲出真相 而成功解决掉敌人的塞琳娜 则一把火将房子烧了得干净 随后带着多梦离开了这里 但最终她并没有选择和多梦在一起 只是从金库掏出最小的一根项链递给她 塞琳娜依然决然转身离开 在遍布战火的乱世之中 她无疑是坚强且勇敢了 而这种精神也为她赢得了光明的未来 风月场的小姐们各个名念动人 她们簇拥在一起犹如一幅油画 随着开张的钟声响起 小姐们纷纷起身 招待前来照顾生意的客人们 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巴黎最高级的风月场 拉普罗奈 小姐们排成一列 像买卖牲口一样接受客人的挑截 她们都化着艳丽的妆容 穿着精致的华服 掀起的裙子里面只有掉袜带 直接勾走了每个凡夫俗子的魂魄 在每天更衣室里 小姐们的喧闹 意味着这个情欲王国正式醒来 她们为彼此竖紧胸衣 大肆谈论男人 每天下午四点淋浴 必须时刻保持身体芬芳洁净 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香水 她们还有昂贵的雏君灶 大多数时候 她们会和客人在大厅一起玩耍 陪对方玩吹小球的游戏 还用庞大的铜盆传酒 用手指摩擦香槟高脚杯的边沿 技巧好的会发出令人晕眩的共鸣声 接着会应客人要求 展示她们最漂亮的部位 最后 她们带客人到楼上 然后装出很享受的样子 直到客人满意离开 她们拖着疲惫的身体 睡到第二天太阳晒屁股 醒来后便按照严格程序 清洗自己的牙齿和身体 这群性胆的小姐们 都是精明算计的老宝精心挑选出来的 她们各个美艳极致 在拉普罗奈 她们不用考虑生育 也不会有苦难 但也没有希望 她们在日复一日的洗礼中醉生梦死 每天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工作结束后 却心甘情愿把大部分钱都交给老宝 自己没留多少 毕竟老宝要付昂贵的房租 给她们提供漂亮的衣裙 毛遂自荐的女孩一层层脱掉厚重的外套 和里面薄如蝉翼的内衣 她害羞地在老宝面前展示自己的身体 老宝顿时被她丰满的身子吸引 断定眼前的女孩必定是个好苗子 问对方为什么要来这里 女孩娇羞地回答 为了独立自由 老宝忍不住笑了 这里可是青楼 没有什么自由 女孩倒出了实话 我想赚钱 蜻蜓点水般的对话 便是两种自由观念的碰撞 老宝口中的自由是随意嫁人过日子 而对年轻女孩来说 自由是赚很多的钱 哪怕是靠身体 钱被给女孩讲了这里的规矩 不能一个人出门 一定要有人陪着 每晚六点理发师来 她会烫发染色 工作中如果有人抱怨你不干净 老宝会扣你账户里的钱 每次开张前要用牙膏刷牙 认真洗澡后喷上香水 她还告诫女孩要偷偷观察客人 如果有擦伤或农家 宁可不赚对方的钱 也绝对不能染上脏病 懵懂的女孩问 那我们在房间里要做些什么 一个姐妹回答 你要跟他们聊天 比如说说你之前的生活 喝点酒会好一些 接着进入正文后 你要装出很享受的样子 晚上 老宝递给女孩一支香槟 让她去和一直盯着她的男人客套 男人一整晚都在微笑着注视她 对方看起来文质彬彬 这也促成了女孩在拉普罗奈的第一笔生意 肯定会有人好奇 在拉普罗奈最美丽的女人是谁 那便是正值青春年华的玛莲娜 她拥有迷人的眼睛和漂亮的嘴唇 曾经有一位英俊的客人带来一颗蓝宝石 玛莲娜开心地问起你是要娶我吗 男人却默默不语 对方每次都来照顾玛莲娜的声音 强制要求她讲述上一次他们在一起的细节 但这只是她奇怪要求的其中一项 直到有次她提出要绑住玛莲娜 随后掏出了冰冷的尖刀 玛莲娜怎么都想不到 最信任的客人居然会要了她的命 战阶女被绑在床上无法动弹 只见客人掏出十米长的尖刀 无情划开她柔软的珠唇 刀疤几乎接近耳根 差点要了占接你的性命 原本是风月场头牌的她 如今成为一个笑面人 再也没有了客人 玛莲娜只能做起了杂工和厨娘 平时还帮着洗衣服或打扫房间 晚上客人们来时 她就戴上黑纱 以免吓到他们 这天来了一个神秘的男人 她买了玛莲娜一碗 让她摘掉面纱 看到玛莲娜的面容后 非但没有嫌弃她 而是轻轻地吻了她 还关心地问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玛莲娜讲起这是她的一个熟客干的 自己误以为那是一场爱情 后来对方却拿尖刀把自己的嘴划开 男人表示 如果你想出去过自由的生活 我可以帮你赎身 玛莲娜拒绝了 她自知丑陋的面孔 出去也根本做不什么 整个晚上 男人都只是安静地睡在玛莲娜身边 什么都没有做 在拉皮罗奈这个高级风月场里 每个女人都有着悲惨的过去 劳宝也不例外 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丈夫去世后 她就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在她这个年龄 几乎找不到能维持生计的工作 但她凭借自己精明的头脑和人脉 找了一些漂亮的穷困女孩 随即租下了不菲的房子 开始做起了风月场的掌门人 她迅速敛财 几年下来 把拉普罗奈经营成巴黎最火爆的风月场 可每年上涨的房租 依然让她觉得钱是一年比一年难赚 工作之外 女孩们互爱互主 她们穿着最舒适的衣服也参 谈论如何回绝不想再见的男人 来拉普罗奈工作的女孩们 有些是因为负债 有些是需养儿女 有些在积极攒钱熟身 她们在美丽的阳光下跳进湖水嬉戏 这一刻 一切烦恼似乎都不复存在 这天 医生按照惯例来给拉普罗奈的女孩们体检 她们不怕赚钱少 不怕接刁难的客人 她们最担心的是染上脏病 每个月见到医生的这天 也是她们最心惊胆战的时候 众人忐忑不安地坐在凳子上 等着医生检查 当见到医生的那一刻 比见到任何刁难的客人都紧张 最后医生严肃地宣布 女孩朱莉得了脏病 感染了没毒 朱莉不得不认命 只想和姐妹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岁月 她表面上看上去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可泪水却在眼眶打转 不久 朱莉的老乡好收到她得病的消息后寄来的信 信上说 我多么希望可以在身边安慰你 但我不想染上你的病 虽然我从不吝啬牺牲自己 但这个牺牲不仅不能使你好受 也会给我带来痛苦 幸好信被别的女孩拦截 老宝让她撕掉了信 即使她还在信里说我比以前更爱你 这无疑就是对方嫌弃朱莉得病 又不想被骂渣男 这里的女孩们本来也不期待任何男人的真情意 同样 另外一个女孩也在偷偷哭泣 因为昨天晚上 一个男人说 有人研究得出证明 做战阶女之行的女人 头半斤比正常人少半厘米 就像罪犯一样 她们脑容量小 所以脑细胞就少 因此 人们不必为她们智力低下和精神不正常感到惊讶 因为有些战阶女都达到白痴的程度 女孩特意翻到这个章节 经不住痛哭起来 新来的小白看穿了这里的事态炎凉 她并不适应这样的生活 很快她就提着行李永远地告别了大家 这天 一位绅士给老宝出高架 要带马莲娜出去玩一天 老宝同意了 绅士带她到自己的宅邸 参加一场特殊的私人晚会 马莲娜被画上小丑的妆容 口红沿着伤口涂抹 她的缺损被那些雍容贵妇由衷赞美 像抚摸一个玩具一样抚摸她 这一幕属实有些荒诞 在欲望古怪的王公贵妇之间 马莲娜坐得笔直 她高昂着头 眼神充满凛冽却又安详 清晨 马莲娜才疲惫地归来 姐妹们知道她经历了什么 她们惺惺相惜地拥抱 温暖彼此 可此时 朱莉的病症越来越严重 战阶女不幸得了脏病 姐妹们纷纷陪在她身边给予安慰 在她最后的日子 她一直想念老乡好 然而她在弥留之际 依然没有等到老乡好的到来 朱莉的浓窗扩展到全身 死神很快就降临了 姐妹们围坐在她身边 哼唱歌谣 祈祷她脱离这个苦难的世界 同样也为拉皮罗奈的时代 敲响了丧钟 房租疯涨 就算老保一直写信 给有全市的客人求助 也挡不住经营状况吃紧的事实 还有朱莉的死也在 巴黎风月场里疯传 这里原本就是恶极的温床 不洁的名声 比房租的清晰更可怕 拉普罗奈就要结束了 这是最后一次假面舞会的狂欢 也是最后的恩客引罪四散 政府下令所有的风月场都必须关闭 高官贵族用欲望的狂喜支配自我 只有面具让他们感到安全 雪白呆板的面具上赤裸裸地写着他们的空虚 经常被客人带来黑豹 神不知鬼不觉地抛下了主人 他被女孩们引诱 进入了华商玛莲娜的男人屋内 随即房门就被女孩们紧紧锁上 一向温顺的黑豹这事捶着头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男人 鼻子里发出低沉的哀鸣 还拖着尾巴散发着自己的霸气 男人被吓得一动不动 门外的姑娘们等待着对他最终的审判 玛莲娜脸颊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伴随着剧痛经常回忆起那天的绳索 还有刀子 以及男人的脸 乳白色的液体从眼角涌出 滑落他的脸庞 恐怖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散 他早从幻想的爱情中陡然惊醒 华丽的直面生命的绝望 女孩们没有了青春年华 她们并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随着最后一盏灯的熄灭 巴黎最高级的风月场拉普罗奈悄然落幕 时光流转到一百多年后的巴黎 现代的街道车水马龙 三三两两的战阶女 她们的腰也和风尘没有退去 她们的姿态和神情也一如既往的淡然 这时车上下来的女子 神似来自拉普罗奈的女孩 她一步步走向尽头 仿佛把人又拉回一百多年前 那个热闹的夜晚 人们把玩着手里的玻璃杯 发出阵阵叫做美人鱼的共振声 女人正在卖力地清洗浴缸 湿透的短裙随着摆动不断上瘾 若隐若现的神秘感扑面而来 这时来上厕所的男主人 瞬间被眼前的春色勾走了魂 她向女人投去挑逗的目光 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浑身湿透 让男主人大饱眼福 她连忙拿起地上的高跟鞋 向男主人鞠躬示意后 羞涩地离开 但男人却意犹未尽 眼神一直贴在女人身上 显然对她起了歪心思 女人叫恩一 离婚多年的她一直渴望爱情 她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无法找到像样的工作 因为没有资历也没有学历 为了生计 她选择来到妇人家里做女仆 虽然这份工作不太体面 但是工资还算可以 这户人家的太太海拉年轻漂亮 已经怀孕六个月 腹中还是一对双胞胎 由于身体不变 才特意雇佣恩一 管家叮嘱恩一在这里 一切都必须按照规矩来做 作为妇人家的女仆 她每天必须穿着制服工作 尽心尽力地为这一家人服务 不仅要悉心照顾千金小姐 还要亲手清洗太太的贴身衣物 因为太太孕妻经常漏尿 不过这些恩一都能接受 每晚还有满满一大桌 主人吃剩下的高级食材 就在她与管家饱餐一顿后刷牙时 男主人老勋回来了 下人们立马来到门口迎接 老勋也注意到了新来的女仆 简单地叮嘱几句便上楼了 忙碌了一整天的恩一 在完成最后一份工作后 终于回到了房间 脱下高跟鞋无力地瘫倒在床上 第一天的女佣生活还算顺利 此刻的她还全然不知 这份工作将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恩一也第一次见识到了 富人生活的奢侈 每天吃着山珍海味 喝着昂贵红酒 甚至连早餐都是经过精心搭配后 才送到主人的面前 傍晚弹弹钢琴陶野情操 空闲时便去深山里的别墅 泡温泉度假 恩一也渐渐适应了 这里的生活和这份工作 心态也开始有了细微的变化 就在这天 恩一在清洗浴缸浑身湿透时 男主人的突然闯入 将她的一抹春光尽收眼底 男主人的眼神如狼似虎 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其实脑海中早已波涛汹涌 加上妻子怀胎六月 老勋也忍耐了六个月 可男人寂寞到一定程度 面对一丝诱惑 受性就会轻易把理性冲垮 这晚 老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火 闯入楼下恩一的房间 下水倒堵了180天的男主人 在深夜里闯入漂亮女佣的房间 吓得裸睡的女佣赶紧穿好衣服 没等女佣回过神来 男主人就命令她掀开被子 或许是渴望爱 又或许是早有期待 女佣果断地掀开了被子 随后两人开始探讨 什么是快乐星球 这晚过后 女佣看向男主人的眼神 都多了别样的色彩 甚至有时候看得出神直接弄疼了太太 晚上哄千金小姐睡觉时 也会时不时聊起她的爸爸 等到男主人深夜回来时 紧一个眼神交流 恩一便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特意换上皇帝新衣睡觉 等待对方过来掀开被子 渐渐地 渴望爱的女佣误以为这是爱情 开始打扮自己 在心爱的人面前展示自己完美的一面 可现实犹如一桶冰水 把她泼得瞬间清醒 男主人把她喊了过来 示意她摆在一旁的支票 恩一拿着支票 失落地坐在角落里 此刻她才认清现实 自己只不过是男主人 用来取乐的玩具 但肉体的欢愉 却也让她无法停止 这段见不得人的关系 两人每晚都在楼下的房间相见 终于在这天夜里 两人的打闹声被管家听见 第二天 管家试探性地问恩一 很快 管家就找到了太太的母亲 将她发现的重大情报告知对方 而且根据她这些天的观察 发现恩一一吃东西就土 身材上也有轻微的变化 作为生了三个孩子的女人 她可以断定恩一已经怀有身孕 而且看得出来 恩一此刻还不知道自己怀孕了 为了不让恩一肚子里的孩子 威胁到女儿采发夫人的地位 母亲决定快速采取行动 这天 她故意踩空推倒了 正在梯子上打扫的恩一 恩一迅速抓住天花板上的吊灯 太太想上前搭救 结果却被母亲阻拦 最终吊灯不堪重负 母亲目的达成后 才说出了自己下狠手的原因 此时恩一被送进医院 管家也第一时间向他们汇报了检查结果 因为距离不算太高 恩一只有轻微的脑震荡 胎儿完全没受影响 犹如小草一样顽强 这让太太感受到了危机感 然而躺在医院的恩一 还单纯地以为这次的事情是个意外 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身孕 此时只有管家来医院探望她 递给她一份慰问金 就在第二天 医生告诉恩一检查结果 她才得知自己已经怀孕四周了 顿时陷入了沉思 此刻的她还不知道这个孩子 将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女佣明目张胆地用太太的浴缸泡澡 正好被男主人抓个正着 结果女佣非但不慌 还勾引男主人 结果女佣话音刚落 突然腹部脚痛 甚至不停口吐鲜血 浴缸里的水从透明迅速变成了红色 而这一切全都要拜太太所赐 不久前 得知自己怀孕的恩一 准备辞去女佣的工作 然而太太早已发现恩一和丈夫有一腿 也知道她怀的是丈夫的孩子 太太的一句话 恩一瞬间明白这两个巴掌的意思 惭愧地低下头认错 甚至跪下祈求太太的原谅 太太气愤地转过身去 这时 太太母亲拿着一打厚厚的信封过来 扔到恩一面前 让她去打掉孩子 然后拿着这笔钱走人 这件事就能到此为止 管家也来劝说恩一 让她收下钱稀释宁愿 如果觉得钱不够 夫人肯定也愿意在家 但千万不要想着留下孩子 恩一此时也陷入深深的纠结之中 直到深夜也迟迟无法入睡 这时 她一直照顾的千金小姐来到她的房间 她向恩一道歉 因为那天她清楚地看到 是外婆故意推开梯子 让恩一摔下来 恩一这才意识到 原来那件事并不是意外 而是太太她们想要除掉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这让恩一下定了决心 她要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也告诉了千金小姐 太太早已预料到恩一不是省油的灯 于是她偷偷买下一些堕胎药 混合在恩一平时喝的中药里 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走她的孩子 随后太太去往医院备产 很快舅舅生下了一对龙凤胎 男主人文迅也立马赶来 想亲吻妻子 却被对方充满恨意的咬嘴唇 意识到自己偷吃的事或许被发现 连忙冲回家里找恩一问话 恩一此时依附女主人的姿态 面对男主人的疑惑 表明了太太已经发现了她们有一腿 而且自己怀孕了决定要生下来 话音刚落 一向温和的男主人一改往日的态度 瞬间黑着个脸 然而恩一并没有如愿 她喝下了太太早就掉包的堕胎药 失去了肚子里刚刚一个月的胎儿 还被扫地出门 看着躺在病床上痛不欲生的恩一 管家终于向她坦白了一切 无论是上一次摔下楼梯 还是这一次意外流产 都是太太和她母亲的手笔 而告诉他们恩一怀有身孕的正是管家自己 自入职以来 恩一一直当牛做马 没想到太太她们竟然如此狠毒 此时的恩一内心充满仇恨 无论如何 她都不想就这样算了 不久后 恩一在管家的帮助下再次回到夫人家 趁人不注意抱起太太刚生下的孩子 孩子的哭声引来了男主人 着急地询问她想要干什么 但恩一没有回答 此刻的她只想抱抱孩子 这时管家也正式宣布自己要辞职 她早已受够了这家人的虚伪与丑陋 此时恩一也出现在了二楼 亲切地向千金小姐问好 但当千金小姐问起她肚子里的孩子时 她却痛心地回答孩子已经死了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 男主人再次提出用钱来解决 这更加刺激了恩一 也让她彻底下定了决心 她用绑在吊灯上的麻绳 捆住自己的脖子 随即从二楼一跃而下 就这样掉在众人面前 接着又点燃了汽油 瞬间火光照亮了整个大厅 撕心裂肺的哭喊 也久久回荡在每个角落中 恩一选择轰轰烈烈地死在了众人面前 然而一年过后 豪宅里又来了新的管家和女佣 他们继续着从前的生活 恩一那场热烈的燃烧 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毕竟底层人的死活 上层人又怎么会在意呢 女人正在体验日式单腿掉幅 她被吊在半空中 身体止不住地来回摇摆 从精湛的绑人手法可以看出 绑她的一定是位大师 女人接下来会遭遇 什么脚趾头都猜得出来 经过长达三分钟的培训后 大师把目标转向了女人的老公 将对方五花大绑拖进浴室里 让其享受最高等级的酷炫水形 水形就是水龙头 每秒滴下一粒水珠到对方脑门 和水滴石穿是一个原理 等打穿脑门后老公的脑子 直接就能进水了 大师这么做是有什么深意吗 很简单 他就是喜欢别人的老婆 就在不久前 大师在女人楼下驻足眺望 确定周围没人后 他捏手捏脚地走进屋内 此时 正在屋内探索什么是快乐星球的小两口 并未发现异常 大师也没立刻行动 而是先拿起女人的高跟鞋一顿猛吸 味道很正 决定就对这家下手了 随后他快步上楼 确定家里只有两个人后 大师拿出被好的麻绳 直接冲进了卧室 还没等男主人反应过来 就被立马制服住了 女人见识不妙 连忙跑下楼准备反击 然而他根本不是大师的对手 很快就被勒得喘不过气 接着被五花大绑了起来 傻子才看不出来大师的意图 可女人却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然而大师的钱都拿来买麻绳了 看来只能来狠的了 只见大师烧红了老虎钱 直接剪掉女人老公的一根手指 随后拿到女人的面前 反正你老公还有九根手指 你有的是时间考虑吗 女人害怕老公受苦 只好委屈求全地答应了 可接下来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两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只是安静地躺了一晚上 然而躺在浴缸的老公可不安静了 大师拉着女人在他面前甜蜜地扭秧了 可老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后来女人实在是受不了这聪明的操作 就随口骂了一句大师 你真可爱 大师二话不说 直接剪掉了老公的第二根手指 还威胁女人以后再敢顶撞一句 就会接着剪掉老公的手指 为了老公的生命安全 女人只好委屈自己 答应大师一切的无理要求 这次大师直接让女人换上皮衣皮裤 趁着大师拍照时 女人趁机逃进了浴室 迅速锁上门 准备救走老公 可老公却阻止了女人的解救 而是让女人先报警 身在门外的大师没有丝毫的慌张 他猜到了两人脑子都还没发育完全 静静地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动静 想看看他们会整什么幺蛾子 直到女人花了五分钟 想出报警电话准备拨打时 大师直接闯进浴室 女人连忙掏出匕首 结果耸得要死就是不敢攻击大师 大师指着脖子让他砍他都不敢 拿捏女人心思拿捏的死死的 也不配合他表演了 直接一把控制女人 还将他再次绑在了床上 这次要对他示意暴行 而且还是心理暴行 只见大师拿出了老虎钱 不久后 他用老虎钱夹着一颗蛀牙放到了女人的眼前 每次耍花招 受害的都是他老公 甚至让人怀疑这就是女人故意的吧 嘴上说着别伤害老公 干得尽是些伤害老公的事 那么女人为什么恨自己的老公呢 一颗蛀牙被放进了女人嘴里 随后女人被破咽了下去 绑匪威胁女人 如果再想要逃跑 可就不只是吃牙齿那么简单了 面对变态的绑匪 女人被吓得屁都不敢放 绑匪为了更加了解这户人家的情况 开始观看起女人老公手机里的视频 他竟然发现老公经常家暴女人 而且尺度大到难以想象了 没想到对方比自己还变态 甚至自己让女人吃牙齿 在老公对女人的家暴面前都是小打小闹 就在这时 老公的电话收到短信 一看才知道 原来这小子早就在外面有了别人 怪不得女人总是明面上保护老公 暗地里竟敢伤害老公的事 面对这种不当人的渣男 变态的绑匪都忍无可忍了 他要给老公好好上一课 让对方也感受感受被家暴的滋味 老公此时被五花大绑在浴缸里 毫无招架还手之力 绑匪反手就把镜子摔个稀巴烂 随后取出一块碎片 拿着碎片就捅进老公的肚皮 痛得老公之外乱叫 接着绑匪回去给女人松茫 他觉得女人太委屈了 冒着女人可以反杀他的风险 让女人换上宽松的衣服 就这样 女人第一次度过了轻松的一夜 当然 依旧和绑匪什么也没有发生 等到第二天清晨 女人趁着大事做早餐的空隙 偷偷潜入浴室和老公见面 女人安慰老公 你一定要坚强 我没有和绑匪啥事都没干 他就是想分离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要坚定地信我 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 可是老公此时满脸写着不信 一直追问女人 他和绑匪进展到哪一步了 这时 女人听见绑匪上楼的声音 连忙无视老公回被窝里装睡 很快 绑匪端来了丰盛的早餐 这还是女人第一次享受男人做的食物 他正生起对绑匪的一丝好感 就看到对方正在翻看自己和老公的录像 好感瞬间全无 看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没想到的是 绑匪把女人那些不雅的照片视频全部删除了 虽然对方这个举动很满心 可对方毕竟是绑匪 女人还是对他充满警惕 悄悄拿了一把刀放在了椅子下面 准备找机会把他嘎掉 这时 绑匪开始询问起女人被家暴的原因 原来在几年前 唯一的女儿不幸遭遇车祸撒手人寰 而老公还在外面出差 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后 就变得暴怒无常 把女儿的死全部归咎在女人身上 闲来没事就喜欢乱发脾气 女人越说越激动 向绑匪动手的心没了一大半 绑匪看着心疼坏了 拉着女人的手不停安慰 结果女人还是气得不行 激动地站起了身 藏着的刀子不小心掉在了地上 绑匪看了一眼 连发火都懒得发了 因为他早已算定了女人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窝囊匪 然而女人不服气 他还要再次展开暗杀 于是偷偷拿了瓶贺顶红藏在身上 准备找机会下药 等待晚饭时 女人表示要去倒点红酒 大师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欣然同意 女人抓住机会往杯子里倒贺顶红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幕全被绑匪看在眼里 绑匪不但没想着揭穿他 甚至还想陪他演下去 看看女人待会计划失败是个什么反应 绑匪提出要先和女人跳支舞 跳完之后再喝酒 然而就在跳舞的时候 他故意把酒杯打翻 害得女人功亏一篑 计划失败后 女人有些忐忑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女人说 我好像被你吸引了 绑匪温柔解释说 是你太缺爱了 女人以为自己活不过明天 谁知一大早绑匪就背着包离开了 就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 绑匪就是来玩的 目的就是让小两口自相残杀 他的出现只不过想植入一些误会 人都有宁可信其有的弱点 这个弱点就会让熟人自相残杀 女人全身被吊在半空 只有一只脚可以勉强支撑 本以为绑他的大师会对他做点什么 可对方却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留下了一封很内涵的信离开了 真正的大师从不用自己动手 一封信制造一个误会 就能让甜蜜无间的小两口互相残杀 果然 女人读完信确认大师已经离开 于是跑到浴室去解救老公 当女人解不开绳子时 急忙地拿来一把刀 这架势把老公吓了一跳 他对女人已经产生了怀疑 等到女人将他救出后 还细心地帮他包扎 依然没有能打消老公的疑虑 误会一旦产生 就会千方百计地去验证误解 他不停追问女人到底有没有和大师发生过什么 不然大师凭什么会放过他们 女人越是拼命地解释 就越是加重老公的怀疑 老公觉得女人的话不可信 开始自己动手寻找蛛丝马迹 理由这种东西 只要你想找 任何理由都可以作为背叛的证据 果然 当老公看到大师的留信后 信上讲述了一些大师对女人的留念 仅仅是一些暧昧的词语 都能成为老公的把柄 他直接掐住女人 丝毫不念刚才就自己的恩情 还想对女人施暴 女人吓得急忙逃开 两人在女儿的房间里发生争执 女人气得给了老公一巴掌 然而老公也熟练地回了女人一记耳光 这一切完全在大师的预料之中 现在即使没有他在 仅仅一个小小的误会 就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 即使大师真的没有和女人发生任何关系 女人此时也察觉到了大师的可怕之处 但已经为时已晚了 老公现在只想杀了他 万念俱灰时 女人的闺蜜闯了进来 闺蜜赶紧打电话报警 然而老公将闺蜜一顿报答 而且还要拿抱枕捂死他 女人见状只好拿出小锤 一锤子解决了老公 虽然大师走了 但老公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性命 大师不需要亲自动手就能要了他的命 因为他巧妙利用了人性的弱点 瘦小的姐妹俩将男孩们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看着对方鼻青脸肿的惨状 爸爸只能向对方家长道歉 事后让姐妹俩还原打斗经过 姐妹俩原本以为爸爸会教训他们一顿 没想到爸爸越看越兴奋 更不会想到 这件事成为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 爸爸曾经是全国摔跤冠军 梦想是能为国家赢得金牌 可还没完成梦想 当时出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摔跤 于是爸爸希望将来的儿子可以帮他圆梦 结果没想到生下来的四个娃都是女儿 整个人都黏了 妈妈因此感到自责 但爸爸并不是不爱女儿 只不过他的梦想只能是男孩帮他实现 因为国家的摔跤手迄今为止没有女性 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把一生的梦想封存起来 可如今看到大女儿吉他 和二女儿巴比塔金国不让须眉 都继承了他的摔跤天赋 让他又有了希望 他立马做了决定 要把女儿们培养成摔跤冠军 妈妈得知他的想法后 完全无法理解 因为在他们国家还没有过摔跤女选手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可爸爸只要做了决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他不想自己女儿白白浪费天赋 和其他女孩一样只能洗衣做饭过完一生 随即带女儿们去吃他们最爱的糖油混合物 吃到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为止 从接下来开始 他们就不能再碰这些食物 女儿们直接傻眼了 就这样 在爸爸的带领下 他们不再穿裙子 每天都在不断训练体能 一醒来就到田里晨跑 还没些会 就要操作机器锻炼手臂力量 接着爸爸带他们到训练场学习摔跤 直接碰壁 对方拒绝培养女选手 求人不如求己 爸爸直接在田地里搭建了训练场地 自己来教他们摔跤 还拉来侄子当陪练 可女儿们完全是不敢反抗爸爸 才接受的训练 并不是想成为摔跤手 他们以训练场太脏 导致头发长狮子为由 企图让爸爸心软不再训练 结果爸爸无视他们的苦苦哀求 直接找人把他们剪成寸头 头发对于他们国家的女性而言和生命一样重要 如今他们瞬间成为世人的笑柄 走在街上根本抬不起头 爸爸也遭到众人谴责 居然如此对待自己女儿 为了一己私欲 全然不顾女儿的感受 女儿们决定发起对爸爸的反抗 爸爸睡觉的时候 他们就敲咪咪给闹钟关掉 等到爸爸睡到自然醒 他们才开始应付式训练 晚上在训练场的时候 趁爸爸不注意把灯泡熄灭 这些小伎俩爸爸自然是知道的 但女儿们有一天一定会明白她的良苦用心 就在这天 女儿们因为要参加了好朋友的婚礼 终于可以歇一天了 他们一个劲对好朋友吐槽爸爸 然而朋友的一番话让他们改观了 朋友说这里的每个女孩 从出生开始 就要学会做所有的家务活 到14岁就要被嫁出去 名义上说是为她好 实际上就是把她当作包袱丢出去 自己的命运从来不能自己掌控 你们也14岁了 可你们的爸爸为你们遮风挡雨 对抗全世界 就是想让你们能拥有自己的人生 不应该感到庆幸吗 女儿们听完这番话终于醒悟 泪水瞬间打湿了眼眶 等到第二天 爸爸醒来后去喊女儿们起床 发现他们已经出门训练了 而且一改往常 从被迫转变成主动学习摔跤 每时每刻都在练习 即使是上课也在暗自努力 很快 两人的实力得到质的飞跃 侄子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爸爸眼见时机成熟 是时候让他们实战了 待他们报名参加比赛 主办方看到参赛的居然是女孩子 这可是个商机 跑到街上大肆宣传一波 原本冷清的比赛场地 立马被围得水泄不通 显然大家都是来当吃瓜群众的 就爱看女选手如何吃饼 包括裁判也不相信他们能赢 还说去挑一个你想输的对手吧 然而大女儿吉塔 却选了场上最能打的对手 众人都傻眼了 14岁女孩首次参加摔跤比赛 直接选最能打的男人做对手 吃瓜群众全都傻眼了 裁判还让对手对女孩子下手轻点 女孩却说不需要 随着比赛开始 女孩直接拍对方脑袋瓜子 多次完美防住对方进攻 灵活扑倒了对方 差点把他推出场外 男人不敢再轻敌 拿出了全部实力 拍了女孩脑袋瓜子 女孩爸爸急得差点上来打人 众人也纷纷看不起男人 场上两人随即扭打起来 女孩一旦处于劣势就立马脱身 找准机会反扑对方 可男女力量悬殊 女孩再次被压倒 但他肚子里憋着一股劲 无论对方怎么压制他都奋力抵抗 还把对方掀了个跟头 几番周折女孩体力见底 被对方牢牢束缚住 无法抽身 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可因为他出彩的摔跤实力 获得了众人一致的认可 主办方也给了他 比胜方翻好几倍的奖金 女孩吉塔并没有感到开心 沮丧地走到爸爸面前 说对不起爸爸 爸爸拍拍他肩膀以示安慰 带他离开 到了晚上 吉塔心情沉闷完全睡不着 他找到了爸爸 迫切想参加下一场比赛 爸爸看着他的神情很是满意 第二天 吉塔灵活和对手周旋 成功把对方压制 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奖杯 从此之后 吉塔每天都泡在各种实战中 不断战胜各种男人 最初战胜他的男人 也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再也没有人对他发出质疑 纷纷看好这个摔跤女选手 在爸爸的带领下 妹妹也混迹各个比赛 一路战无不胜 房间里都快放不下他们的奖杯了 他们活出了自己的模样 女生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男生们则纷纷表示佩服 无疑曾经的质疑声浪被掌声取代 但爸爸志在全国比赛 而不是小乡镇 于是找公司老板请假两个月 老板却表示如果他是女儿要嫁人 请假才会批 为了带女儿比赛请假那想都别想 爸爸看不惯老板嘴脸 直接吵了他鱿鱼 这样一来爸爸没有了资金来源 但他不会再向生活低头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势必把女儿们培养成全国冠军 为国家赢得奖牌 他坚信奖牌不会从树上长出来 必须要用爱心 努力和热情去灌溉他 他在天台上铺满被子 介绍比赛积分制的规则 把侄子当工巨人 演练给女儿们看 侄子直呼远方传来风笛 接着吉塔开始参加全国少年组锦标赛 实力远超参赛者 即便对方体格比他强壮 他也能赢得轻轻松松 因为他是在泥潭里木爬滚打出来的 时间一化而逝 从少年组到青年组再到成年组 吉塔统统拿下了冠军 成为乡镇里的女顶流 很快高中毕业的 他要离开从小长大的地方 前往首都的国家体育学院 父亲陪他一起来学校报道 第一天上课 教练就要求他们把曾经学过的训练统统忘掉 忘掉之后 他们才配合他一起训练 而且只能学会他教的 一旁听课的爸爸找到了教练 说吉塔之前一直都是他在训练 他很棒很强壮也很有持久力 教练无视了他 爸爸不愿放弃 请求教授给予他正确的指导 吉塔绝对能在世界级比赛赢得奖牌 结果教练听完发飙了 当众让吉塔下不来台 还对爸爸下了逐课令 为了不给女儿添麻烦 爸爸忍气吞声离去 学校的训练极其敷衍了事 和爸爸的魔鬼训练截然不同 进入新环境的吉塔出出茅庐 没能抵挡住诱惑 渐渐松懈了下来 不再勤于训练 开始丰富自己的课余生活 吃起了爸爸不允许吃的糖油混合物 还留起了长发 等到他放假回到家时 自豪地向爸爸说 在学校学习到了很多新东西 把自己看得高高在上 爸爸全都看在眼里 但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妹妹用爸爸教的技巧 在田里的训练场教其他女孩摔跤 吉塔制止了她 说爸爸的技巧都过时了 她来教妹妹新的技巧 正好被爸爸看到这一幕 她让吉塔演示给她看 结果轻而易举把吉塔摔在地上 一旁的吃瓜群众看笑了 爸爸无疑让吉塔下不来台 妇女二人决定正面交锋 双方势均力敌 并不是吉塔变强了 而是爸爸她老了 几番周旋 爸爸体力见底 输给了吉塔 吉塔不仅变得狂妄自大 还让爸爸下不来台 妹妹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找到了吉塔 说今天的事情你做得不对 吉塔却反驳 哪里不对 爸爸的技巧别人都说弱 妹妹坚持爸爸的技巧不弱 虚弱的是爸爸的身体 而且别忘了 你是靠着自认为 她很弱的技巧赢得全国冠军 吉塔却继续反驳 这套技巧只能拿来赢全国冠军 不能赢国际比赛 妹妹根本不懂 妹妹和吉塔彻底有了分歧 她坚信吉塔用教练那套肯定会吃亏 而她用爸爸这套一定可以赢 代表国家队参加锦标赛 用教练所教的技巧 结果一直被对方碾压 还被荡成陀螺转 第一轮就败下阵来 被教练不断谴责 和妹妹这边截然不同 妹妹猛如老虎 不断碾压对手 而且一直受到爸爸鼓舞 轻松拿下比赛 也进入了国家体育学院 然而面对输掉比赛 却不以为然的吉塔 她觉得非常陌生 和第一次输掉比赛的吉塔截然不同 更何况这次输掉的是国际比赛 吉塔却让妹妹哨在这说教她 她只会输一次 可到了后面多次国际比赛 吉塔都是第一轮就被完败 从战无不胜到战无不败 她终于沮丧了 然而教练面对她 不仅不鼓励 反而笑她生来就和冠军无缘 拿爸爸对她的期望当成笑话 如此小度机长 吉塔终于看清教练和爸爸的差距 一个在地 一个在天 在妹妹的鼓励下 吉塔拨通了爸爸的电话 哭着说对不起爸爸 终于父女二人和好了 吉塔在此之后决定回归正轨 剪掉自己的头发 女人拿起剪刀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手起刀落剪掉了辛苦流长的头发 顶着一头凌乱的短发来到训练室 她决定让自己回归以前的状态 可现实就给了她当头一棒 教练认为她实力不行 必须放弃原本的55公斤级别 去参加51公斤级别争取赢得奖牌 得知此事的爸爸气不打一出 我闺女一定能赢 教练在胡扯什么 等我来首都指导你 从这天开始 吉塔和妹妹除了早上七点 要参加学校晨练以外 其余时间就在爸爸的指导下 开始紧急特训 还给他们制定战术 为了让吉塔可以保住 55公斤级别的参赛资格 爸爸还单独给她加餐 可没过多久就被教练发现 不允许爸爸私自训练女儿 再有这种情况直接开除学籍 为了女儿们的未来 爸爸选择容忍 但他不会就此放弃训练 不停看以往的比赛视频 扣女儿错误的动作 还有对手的缺点 时间转瞬即逝 吉塔迎来了国际比赛 成功参加55公斤级别 教练直呼后理线 吉塔开始第一轮比赛 教练让他防守 爸爸却让他发起进攻 吉塔决定听爸爸的 结果顺利拿下第一轮比赛 在爸爸的正确引导下 吉塔来到了准决赛 对手实力很硬 曾获得两次世界冠军 教练让他进攻 爸爸却只是他不停防守 双方僵持了半天导致平局 只能抛硬币来决定谁攻谁守 可惜吉塔是首方 他必须在对方抱住单腿的情况下 守住30秒 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吉塔调整好呼吸和姿势 对方一发起进攻 他就奋力抵抗 在被举起的一瞬间 吉塔借力反击压倒了对方 直接拿下决赛资格 众人欢呼雀跃 唯独教练黑着个脸 只因为吉塔两次不服从他的指示 在决赛开始前 教练设计骗局把爸爸关进房间里 无论如何都不能破门而出 而且没有信号 根本打不通电话 他只能祈祷女儿拿下冠军 吉塔只能靠自己了 对手曾打败过吉塔两次 吉塔心理压力巨大 但他从来都是迎难而上 第一回合已无比一拿下一局 可到了第二回合 对手一改常态 发起凶猛的进攻 在领先吉塔两分之后 开始不停防守扳回一局 吉塔不停看向爸爸的座位 如今他极其渴望得到爸爸的指导 到了最后回合 对手进攻比以往都要凶猛 吉塔节奏彻底乱了 比赛时间只剩22秒 如今比分是1比5 响赢几乎回天乏术 就在这时 他想起爸爸曾教他的假动作 如果可以完成5分动作 就能赢 他不停寻找机会 每一秒都极其珍贵 他揣摩对手想法 然后用假动作声东击西 突然绕到身后 奋力将对手抛了起来 全场平住呼吸 脚趾都扣住了地板 仿佛度秒如年 谁都无法想象接下来的结果 然而吉塔在比赛结束前 终于成功完成了5分动作 顺利赢得了世界冠军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为自己国家拿下一块世界级奖牌 等到爸爸听到此时播放的时播歌时 立马知道女儿帮他实现了梦想 房门也终于被打开 他马不停蹄冲进比赛现场 看到爸爸 吉塔迎着全世界的目光冲向爸爸 把奖牌递给了他 爸爸擦掉眼泪 郑重地给吉塔戴上 对他说了一直以来想说的话 我以你为荣 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电影里的爸爸原型人物是 马哈维亚辛格珀卡 他曾是印度摔跤冠军 在他的带领下 他的四个女儿都成为了摔跤手 而且吉塔和巴比塔共计 获得29面国际摔跤奖牌 在质疑声中打破了传统和世俗观念 成为了印度女性的榜样 激发她们学习摔跤 16岁男孩居然会来大姨妈 整个便池都被染上一抹鲜红 同学们看到男孩血尿 不仅不关心 还嘲讽他狠娘 一定是人妖 起初男孩并没有在意 回到家像往常一样玩游戏 等到吃晚饭时 突然感觉到腹部脚痛 以为是胃痛 便吃了胃药 第二天照常来学校上课 可就在课间时 腹部又一次疼痛男人 男孩连忙冲进厕所 却尿了满便池的血 他顿时感觉不对劲 连忙回到了家里 在网上查询血尿的相关症状 众所周知 网上看病 癌症起步 果不其然 男孩查出是膀胱癌 他直接慌了神 没想到自己年纪轻轻 连恋爱都还没谈过 居然就得了癌症 到了晚上 男孩又一次复通 赶忙冲进厕所里 父母也意识到事情非比寻常 担心男孩情况连忙跟进去 看到男孩尿了一地的血 当场傻眼了 连忙开车带男孩去医院做体检 医生给男孩做完检查 发现并无大碍 初步诊断男孩是香蕉皮 太长导致感染 男孩一听到自己没病 终于放下心来 还趁机让妈妈帮他请一个月的假 妈妈担心男孩的身体 立马答应了下来 在这一个月里 男孩过得极其滋润 每天宅在家里玩游戏 不用做作业 还有妈妈无微不至的投胃 身体也恢复正常 可就在他返校之后 意外再次发生 在体育课上男孩感觉腹部脚痛 找老师报告身体不是不想跑步 结果老师觉得他是想偷懒 没有同意 男孩无奈之下只能忍痛跑步 跑没两步就晕倒在跑道上 老师这才发现事情严重性 连忙背着男孩赶往医务室 殊不知衣服被鲜血迅速染红 直到笑一提醒 老师才得知身上有血 可自己并没有受伤了 低头一看 原来血是男孩流出来的 笑一误以为他是女孩 应该是来大姨妈 老师说他是男孩 笑一直接傻眼了 父母得知情况后 连忙赶来学校 把他带去了市医院 做了全方位的体检 炼尿 CT 血液检测 终于有了诊断结果 李博士让住手带男孩出去 单独和父母谈话 这让男孩慌得不行 自己显然不是普通生病 父母误以为男孩是得了癌症 李博士解释男孩患有性别分化异常 说人话就是男孩拥有两套完整的生殖系统 既可以是男孩 也可以是女孩 父母头都大了 这和人要有什么区别 李博士接着说 男孩两套生殖系统功能齐全 只需要进行性别检测 把不合适的生殖系统剔除掉 就能正常生育了 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父母终于松了口气 差点以为抱不到孙子了 回家路上 男孩依旧忐忑不安 问父母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 他们却没有告诉男孩真实的诊断结果 骗他说只是香蕉皮太长而已 明天去割掉就好了 到了第二天 医院的性别检测结果出来了 男孩体内的染色体是某某 说人话就是性别是女性 需要切除掉男性器官 不然会导致内分泌紊乱 严重的话真的会患上癌症 听到这 爸爸知道男孩肯定无法接受 只能瞒着男孩 忍痛在手术同一书上签字 男孩脱下裤衩给女医生检查 第一次对异性坦诚相见 不经喜形于色 丝毫没察觉到某个部位被剔除掉 等到男孩再次醒来时 手伸进被子一摸 发现二弟不见了 瞬间崩溃大哭 父母这才告诉男孩他其实是双性人 而且在男孩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擅自让医生给他做性别定向手术 强行把他变成了女孩 他为了表达抗议 选择了绝食的方式 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 可即便如此 父母还是按照博士的要求 把孩子当成女孩来养 不仅留起了长发 还每天要吃抗议药 就连过生日 父母送他的礼物竟是芭比娃娃 他感到厌恶 直接把礼物烧掉 父母总是以对他好的名义 做尽他反感的事情 为了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父母不仅把家搬到了台北 还给他重新取了个名字 叫施兰 在这个新的学校 除了父母和校长 没人知道施兰的过去 他们还有了新家 把施兰的房间布置成公主房 施兰极其怀念还是男孩的日子 妈妈却不停给他洗脑 还教他穿女孩的贴身衣物 到了入学第一天 施兰不安地来到新班级上 同学们纷纷夸他可爱 皮肤也很白净 可这些赞美的话对于施兰而言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纯爷们 性取向依旧没有改变 他对孝花同桌一见钟情 直到孝花提醒他漏了 施兰才反应过来又来大姨妈了 第一次做女孩的他下意识冲进了男侧 直接吓得男同学不敢尿了 疯狂提示女侧在另一边 等到施兰拿外套遮好血字返回教室时 发现孝花正在帮他清理凳子 施兰彻底沦陷了 他真的 我哭死 孝花得知他第一次来姨妈后 带他到超市买卫生巾 教他怎么选择材质和长度 两人关系一下就清静了 成为了好闺蜜 一起逛街 一起试衣服 一起做美甲 烫头发 孝花还送了他一套化妆品 渐渐的 施兰开始接受了成为女孩的事实 也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 还想邀请孝花到家里玩 看到对方同意 开心地和妈妈分享好消息 这也是施兰成为女孩后 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这天 施兰和孝花坐公交出去玩 一个大叔对施兰心怀不轨 闲珠手伸到了他大腿上 施兰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事 他不知所措 连忙求助孝花 孝花得知后 直接把酒精泼大叔脸上 把对方赶跑后 连忙询问施兰情况 见孝花如此关心自己 施兰把他视为了知己 说出了自己曾是男孩的秘密 孝花得知后不但不反感 反而保证一定会守口如瓶 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秘密一旦说出来 那就不是秘密了 一群人把女孩按在墙上 想看看人妖到底是什么样子 认为他变成女生是想进女侧偷窥 女孩被全身束缚无法动弹 就在紧要关头 孝花闺蜜冲进来 强硬地把霸凌者赶了出去 连忙安抚崩溃的施兰 却被对方愤恨地推开 因为她是双性人的秘密 正是孝花说出去的 尽管孝花当时出于好心 她也无法原谅 就在昨天 施兰收到了孝草的情书 女生难心地她感到恶心 直接把情书塞书包里 喜欢孝草的女同学看到了这一幕 翻施兰的书包想拿走情书 不料翻出了抗议预要 因为妒忌心 她恶意揣测施兰是神经病 要把事情传出去 为了阻止女同学造谣 孝花只好主动坦白施兰是双性人的事实 警告她不能说出去 可她疏忽了人心险恶 第二天 施兰照常来学校上课 所有人都对她另眼相待 直到看见哭着道歉的孝花 她才意识到全校人都知道了秘密 女同学一副欠扁的模样 对施兰冷嘲热讽 没想到我们身边居然有人妖啊 话音刚落 全班炸开了锅 疯狂针对施兰 不给她上厕所的权利 还强行扒拉她的衣服 企图查看她是不是女孩 尽管孝花出手相助 但背叛就是背叛 加上遭到同学们的霸凌 施兰内心受到极度的创伤 崩溃的在家里发泄情绪 把所有物品破坏 可无论怎么发泄 大家的嘲笑和谩骂在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无法释怀 删掉了孝花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再去学校 每天过得浑浑噩噩 用打游戏来麻痹自己 父母担心施兰的状况 带她到医院做检查 当助手看到施兰的变化忍不住感叹 看来磁激素的作用效果很不错呀 施兰再次大脑当机 没想到妈妈为了让她更快成为女孩 配合李博士让施兰吃药 骗她那是抗抑郁药 她每天还身心不移地服用 这下施兰是彻底崩溃了 父母用为她好的名义 瞒着她做踢除手术 活生生把男孩变成了女孩 从头到尾没有问过她的意见 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和想法 施兰控诉着他们不配为人父母 事后施兰找到了李博士 质问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支离破碎 结果李博士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认为施兰应该感谢她才对 她给了施兰第二个人生 她一直把施兰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听完这话 施兰彻底心如死灰 她总算看清自己 只不过是李博士的实验作品 作用就是帮助博士达成医学成就 她对博士说 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生命 你毁了我的人生 我也可以毁了你的作品 施兰来到花店里 买了一束向日葵 亲手送给了妈妈 接着她回到房间里 锁紧房门 给自己穿上妈妈最喜欢的连衣裙 然后涂上了鲜艳的口红 还喷了点香水 随着音乐的旋律 翩翩起舞 这部影片是由真实事件改变 必是对边缘群体的关注 对于开放式结局的看法 一些人会觉得施兰最后是自我了结 施兰要毁掉李博士的作品 然而作品正是她自己 加上里面有个鲨鱼的镜头 更加证实了施兰的想法 穿裙子化妆喷香水 是打算让自己以女性的身份去了结生命 以此报复李博士和父母 当然也有人说 施兰是叨了李博士和父母 但根据她的性格特点来看 可能性较低 施兰性格软弱而且孤僻 男孩身份的她 在学校里被霸凌不敢反抗 女孩身份的她 在女侧里被霸凌依旧不敢反抗 加上身体素质弱 比不上正常男性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12岁男孩把亲生父母告上法庭 理由是他们把我生了下来 这个理由让众人都傻眼了 男孩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如此痛恨父母 赞恩从小就被父母带着制毒 拿着假厨方在各个药店买纸通药 然后把药敲成粉末 接着把药粉到浸水里搅拌 再把衣服放进去 等晒干之后 就把衣服送到监狱里 卖给里面的犯人 这便是他们家的经济来源 其他孩子这个年纪在上学 而赞恩却只能在家干活 他看着有疏毒的同龄员 眼里满是羡慕 赞恩家里有许多兄弟姐妹 大一点的都在和妈妈一起做家务 小一点的就把脚栓上丢一边 不管不顾 爸爸则坐椅子上悠灾的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 父母就当着孩子们的面探讨人生 赞恩这时只能捂着妹妹耳朵 不让他听 就在这天 赞恩发现妹妹第一次来大姨妈 在当地女孩出巢被称为开花 这也意味着女孩可以嫁人了 赞恩赶忙把妹妹藏起来 帮她洗内裤 拿自己衣服给她当卫生巾 为了让妹妹有自我保护意识 骗她说如果被发现会被卖掉的 因为在此之前 小卖部老板对妹妹早就有了想法 经常免费送过妻的食物给她们吃 借机和她们家拉拢关系 很多次赞恩转身就把食物当垃圾丢掉 命运饿肚子也坚决不吃 但赞恩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没过多久 对方拿着一只鸡来提亲 妈妈果断收下 还骗赞恩说对方是来和她谈房租的 可赞恩小小年纪已经懂得很多事情 她知道妈妈收下了鸡 意味着会把妹妹卖掉 她想阻止对方带走妹妹 结果被妈妈暴揍 既然阻止不了 赞恩决定带妹妹离家出走 她到小卖部里偷食物 还约了大巴车司机 一回到家就发现妈妈要把妹妹嫁出去 她挡在妹妹身前拼命阻拦对方 然而妈妈认为她在话好事 直接把她控制住 赞恩不愿妥协 又被妈妈暴揍一顿 妹妹也被强行拉车上带走了 大人全都无视孩子们的抗议 赞恩拼命追赶 终究是没能追上 只能对强撒气 妈妈还跑来继续揍她 这个家她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索性离家出走 流浪的赞恩不知不觉来到了荒废的游乐园 男孩把雕像的衣服扒开 她并不是青春期的躁动 而是对亲情和母爱的渴望 她的妈妈把她生了下来 却没有养育她 更不曾给予过母爱 男孩已经离家出走许久了 为了生计她只能打工 她对餐厅老板表示会稀碗托地 甚至像钓鱼的老人家说可以帮忙拿鱼杆 她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可是没人愿意聘用她 更不敢收留她 她已经饿得不行了 望着店门口的食物垂涎欲滴 幸好有位好心人送了她吃的 不至于饿死街头 到了第二天 没人收留的赞恩只能找路人施舍一点食物 她找到了一个黑皮肤的小姐姐 对方看了她一眼并没有说话 赞恩不愿放弃 一直跟着她 其实在赞恩扒雕像衣服时 小姐姐就记住了她 对赞恩感到好奇 如今面对赞恩这份坚持 彻底被打动了 于是小姐姐给了赞恩一份工作 就是照顾孩子 把赞恩带回了家 解决她的衣食住行 小姐姐其实是偷渡过来的 之后在富豪家里当女佣 还有了男友 不料对方是个渣男 把她肚子搞大后就跑了 小姐姐害怕被发现未婚先孕 不然会被遣返 她只能离开富豪家出来打工 租的也是非常破旧的房子 人而言都要比家里好 她生来第一次露出笑容 每天都在用心照看小姐姐的孩子 这样小姐姐就可以抽空做自己的事情 找人办一张假的赞助证 结果对方心思不纯想买孩子 故意把办证费用翻了十倍 就为了逼她卖自己孩子 小姐姐她和赞恩妈妈不一样 她坚决不同意 于是对方变本加厉 要求她三天内攒够钱 小姐姐只好找老板预付工资 老板却不同意 无奈之下 她只能找到当初的渣男 可渣男连孩子的照片都不堪 小姐姐接连碰壁越发狼狈 还剪掉了头发才换了些钱 她哭着给她妈妈打去电话 说这个月不能给家里寄钱了 小姐姐苦不堪言 身边有孩子要养 家里还等着她给饭吃 一家重担落在她肩上 上帝给你关上门的同时 还会把窗关上 小姐姐因为偷渡被抓捕了 赞恩发现小姐姐一直没有回来 孩子也哭个不停 猜到这个新家破灭了 她抱着孩子找到了半假证的人 询问小姐姐去处 结果对方把心思放在了孩子上 骗赞恩说孩子交给她照顾就行 还会给赞恩50块钱做生活费 赞恩虽然小但立马知道对方心怀不轨 果断拒绝了对方 她抢走了邻居小孩的滑板 还偷了锅 拖着年幼的孩子 继续开始流浪生活 12岁男孩制毒手法炉火纯青 拿着假处方到各个药店买纸通药 然后一边拖着垃圾堆捡来的孩子 一边走接串向卖面粉 这便是她的经济来源 因为她以最低价卖面粉 客人都买她的 导致同行没生意 对她拳打脚踢 更让人心寒的是 因为没来得及交房租 房东直接把房子上锁 里面全是赞恩的活 她想尽办法破门却无果 经济来源就这么断了 只能带着孩子在街头喝西北风 深思熟虑后 赞恩决定放弃孩子 毕竟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她没有义务养对方 而且自己都没饭吃还带着她 这无疑是找罪受 可孩子看她走就立马屁颠屁颠追上去 即使过马路也跟着 赞恩索性把她脚绑住 孩子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赞恩 无助地哭了出来 赞恩还是心软了 她红了眼眶 做了个艰难的决定 这是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决定 她把孩子给了那个扮假证的老板 对方嘴上说着会把她带去其他国家 给一个有钱人家养育成人 这话说出来又有谁会信 赞恩不敢想象孩子的未来会怎样 她痛恨自己的国家 迫切地想去其他国家生活 可是必须要出生证明 然而赞恩连自己几岁都不知道 无奈之下 她偷偷回家里拿出生证明 不料被妈妈发现又挨一顿毒打 因为父母的认知里 他们就是被打到大的 这一套教育方式有用 然后施加在孩子身上 还冠冕堂皇地认为这是为孩子好 爸爸还说命运不公 国家给了他们驱逐令 还有医院的死亡通知书 就是没有出生证明 可从未想过如今自己成为了传递不公的人 把不公传递给了自己儿女 赞恩听到爸爸说的死亡通知书 她突然意识到妈妈穿着丧服 而且回来半天没见到妹妹身影 如今才得知妹妹难产大出血 因为没有出生证明 医院根本不管她 妹妹就这样死在了医院门口 没能拼过自己的命运 赞恩终于忍无可忍 她拿起刀冲出了门 很快 赞恩因为杀妹夫未遂被抓捕 医生根据她的牙齿判断出 她如今12岁 第二天 妈妈来探监 赞恩却心机梗塞 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快就不穿丧服了 妈妈却不为所动 还说上帝拿走你一样东西 就会给你新的礼物 赞恩意识到妈妈又怀孕了 她心如死灰 这真是太可笑了 把妈妈送来的东西当垃圾扔掉 到了晚上 赞恩联系了电视台 说要指控她的亲生父母 还说了一段话 我希望大人听我说 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我只记得 暴力 侮辱 或殴打 我听过的最温柔的一句话是 滚婊子的儿子 滚你这垃圾 生活是一堆狗屎 不比我的鞋子更值钱 在法庭上 法官询问妹夫 你认为11岁的女孩适合结婚吗 妹夫不假思索回答适合 因为她开花成熟了 该嫁人了 赞恩气不打一触 原来她跟水果蔬菜一样还会熟啊 眼见大人不在理 妈妈开始打起苦情牌 说自己过得比狗还惨 法官他们高高在上 站着说话不腰疼 根本没有体验过我的生活 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孩子好 这种话换成是你能听进去吗 将上一代的不公传递给下一代真的合理吗 生儿不养真的没问题吗 养育子女到底是不是父母的责任 人的一生 就是在这样的生与养的循环中度过的 做父母是绝大多数人一生的必修课 在上这门课时 有好好思考过生养这个问题吗 影片最后 半假正的老板被抓 小姐姐和孩子得以重逢 他并没有怪赞恩 还收养了他 当赞恩拍护照的证件照时 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是逃离成功的笑容 影片中饰演赞恩的男孩 其实是叙利亚难民 导演内丁拉巴基在平民窟里发现了他 让他把自己演了一遍 里面饰演为赞恩辩护的女律师 其实就是导演 影片的拍摄现场 演员 甚至是墙上的涂鸦 都是真实的 监狱也是真实的监狱 很多拍摄演员都没有意识到 他们是在拍电影 扮演非法移民母亲拉希尔的演员约丹诺斯 在拍完网吧被捕的一场戏两天后 在现实中因为身份问题真的被捕了 后来是剧组出面把他救了出来 看完影片不知大家是否会沉思 如果父母本身经济状况不佳 还无节制的生育孩子 那么带来的不仅是父母自己 特别是母亲的痛苦 也会给孩子们带来痛苦 首先 孩子多了会增加经济负担 让本不富裕的生活更拮据 意味着食物分配到每个人很少 无法保证孩子身体的健康发育 其次 因为子女众多 父母无法给所有人均衡的爱和教育 爱和教育的缺失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极为不利 轻则是以后长大会活在无碍的自卑中 无法走出来 重则可能会叛逆做出危害社会的事 影响社会治安 最后 这种家庭下孩子长大成为父母后 大概率也会选择同样的道路 让在原生家庭中的悲剧重现 剧中赞恩的母亲便是其中一员 愿每个父母都能学会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 努力给自己孩子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 在决定生育孩子时 不仅为自己想 也多为孩子想一想 也希望打算成为父母的年轻人 能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在合适的时机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让自己活得有尊严 也让孩子能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和良好的成长环境 何以为家 生而养之 养而交之 才可为家 女孩死状诡异 倒挂在村里最显眼的天台 经过鉴定生前还遭受过侵犯 然而这起案件 嫌疑人竟是个智障男人 因为警方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写有他名字道俊的高尔夫球 很快道俊被警方捉拿归案 母亲想拦下他们 结果道俊自豪地展示手腕上的手铐 还冲母亲笑 等到道俊被警察带进审讯室 不仅裤子被扒了下来 嘴里还被塞了苹果 接着警察来个飞踢 苹果瞬间分成两半 这么做就只是为了吓唬道俊 如果不认罪 那么下一个踢的就不是苹果了 道俊吓得棱在原地 警察随即拿出道俊的高尔夫球 问他为什么这个会出现在尸体旁边 结果道俊就是想不起来原因 见道俊傻乎乎地没法配合审讯 警察直接准备好了认罪书 道俊只负责签名就行 道俊不乐意了 也不是因为要他认罪 而是警察居然认为他傻肯定不认字 认认真真翻看完后 自豪地按了手印 母亲得知道俊认罪后 连忙赶到警局 问道俊事情真相 斥责他为什么要认罪 蠢货 道俊急了 不许叫你儿子蠢货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蠢 母亲无语了 道俊这边是指望不上了 决定另找办法 即使下大雨也在警局门口等警察下班 看到警察后 立刻跟到车上 向他证明道俊清白 道俊平时连小强都不会杀 又怎么可能杀人 说完拿上好的要想贿赂警察 可对方却不为所动 还说道俊已经认罪了 案件到此为止 除非母亲有证据 不然此事没有反转的可能 母亲听完心都碎了 到了第二天 道俊被警方带到案发现场 要求还原作案经过 全村人都跑来吃瓜 围得水泄不通 在警方的叫缩下 道俊吃力地搬起杀袋砸假人 接着到天台后 想把假人丢下去 却被警察立马拦住 并且摆出死者当时的姿势 吃瓜群众们直呼后理线 母亲一直在人群里不停发传单 企图用这种方式证明道俊清白 可吃瓜群众们只想吃瓜 真相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 这方式无疑是行不通了 母亲索性闯到女孩的葬礼上 大声说自己儿子不是杀人犯 结果引众怒 导致被围殴 女孩的奶奶更是直接朝他颇久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母亲终于意识到 要为道俊证明清白的话 只能走法律途径 他没有因此气馁 而是把自己打理了一遍 请最有名的律师吃大餐 和对方说只要能打赢官司 给他买下太平洋都行 律师听到这立马心动了 和母亲一同来到看守所后 询问道俊那天晚上具体情况 但道俊就是想不起来 母亲让他揉一下太阳穴试试 这样有助于恢复记忆 终于道俊仿佛是想起来了 母亲惊喜万分 可下一秒 道俊又只说不是他干的 因为他只是想起之前 不小心打坏了别人后视镜 其实是朋友踢坏的 结果却让道俊背黑锅 律师见道俊这副模样 已然失去耐心 谁接手谁遭罪 立马找借口抽身离开 可道俊的话却提醒了母亲 朋友是不良分子 经常干坏事 事后又让道俊背黑锅 这起案件真凶很有可能就是朋友 接着嫁祸给了道俊 根据这个思路 母亲立马找到了律师 可对方如今正在花天酒地 玩得不亦乐乎 压根没搭理母亲 还说道俊反正是神经病 最多关四年就出来了 天底下哪有母亲忍心自己孩子遭罪 更何况她坚信道俊没有杀人 求人不如求己 证据还是自己去找算了 这天 朋友不在屋内 母亲偷偷溜了进来 开始不停翻找 还真发现了一根带血的高尔夫球杆 母亲喜出望外 这下就能证明道俊清白了 可就在这时 朋友回来了 母亲只能赶紧躲进衣柜里 小伙正和对象探讨人生 殊不知这一幕被衣柜里的老嫂子 尽收眼底 三秒过后 年轻情侣就呼呼大睡起来 捏手捏脚地走了出来 不慎踢倒了小伙随手放的水瓶 小伙眉毛抖动了一下 继续找周公下棋 老嫂子终于把小伙作案证据偷了出来 马不停蹄送往警局 因为她认为这可以证明儿子道俊清白 可警察的回答让她傻眼了 球杆上的不是血 是口红丝密达 母亲的心再次碎了 在雨中离开了警局 身体在凉也抵不过心凉 这时 收破烂的车从身边经过 母亲随手拿起一把破烂的伞 给老灯三块钱 可对方只拿走了一块 不知不觉母亲回到了家里 看到一个男人正在玩电脑 一定是道俊回来了 惊喜地喊着道俊名字 可男人回头后 其实是道俊朋友 他来找母亲要今天的精神损失费买辣条 母亲心彻底凉透了 无助地跪在地上 拿出十块钱递给朋友 朋友收下钱后又有点过意不去 给了母亲一条线索 那个领盒饭的女孩私生活很乱 有不少男朋友 他推测是情杀 可以从女孩身边人入手调查 母亲听后再次燃起了希望 天一亮就来到女孩家附近 找小学生们当情报人 只要他们提供女孩的情报 就请他们吃辣条 小学生听完立马把拉把拉全说了 女孩有六百四十八个男朋友 这也太多了从何查起啊 母亲又一次来探监 看看道俊能不能想起什么 结果发现道俊鼻青脸肿 连忙询问情况 才得知昨天有个育友说道俊是蠢货 道俊直接和他打了起来 因为母亲说过 如果受到欺负 那就做对方 如果有人辱骂 那也做对方 被打一下的话 就还给对方两下 母亲心疼地看着他 让他揉揉太阳穴回忆案发经过 道俊揉了三十天 突然抬起头 想起的不是案发经过 而是五岁的时候 母亲给他下毒 想把他毒死 结果却把他毒成了智障 母亲顿时慌了 情绪失控 这件事折磨了他一辈子 如今道俊还记起来了 随即掏出针 让道俊扎一下穴位 就能忘记痛苦了 可道俊冷漠地说 你是想用针再杀我一次吗 默示着眼前的母亲 让母亲心肌梗塞 回忆起当年给道俊下毒 其实是想一起升天 因为家里实在贫穷 谁曾想农药都造假 母亲没能领盒饭 道俊还成了智障 看着道俊而食的照片 自责和内疚异于言表 起身来到照相馆 想修复这张破损的照片 这时店主却说 一个星期前 死去的女孩来过店里 想洗印手机里的照片 店主不明白手机像素这么拉垮 为何要浪费钱把照片洗出来 但转念一想 手机的照片一定有见光死的秘密 脸上有疤的女同学陪女孩过来 女孩的死因 女同学肯定知情 母亲得知这条关键线索后 马不停蹄赶往学校周围 正好发现女同学 被两个不良分子欺负 还听到他们威胁女同学 交出女孩手机 紧要关头 母亲打碎了酒瓶 吸引路人的注意 女同学才得救 事后 母亲联系了道俊朋友 请他帮忙收拾不良分子 三两下就把他们打趴在地 俩人赶紧透露 男人只要给女孩大米喝酒 就能深入探讨人生 可每次女孩都会偷拍这些男人 如果照片被曝光 涉及的人都逃不掉 必须找到女孩手机 母亲瞬间想到 女孩奶奶整体抱着酒 女孩为了酒出卖身体 说不定就是奶奶教唆的 然而杀害女孩的凶手 一定就是她男朋友之一 可道俊真的就没有嫌疑吗 女孩去世那天 母亲给道俊下药 结果半夜 道俊盯上了孤身一人的女孩 男人正在撒尿 母亲却拿一大碗药让她喝下 急着想让儿子在洞房市 可以一盏雄资 谁曾想男人半夜到荒山野岭溜达 药效发作盯上了一个女孩 结果到了第二天 女孩诡异地死在了天台上 男人立马成了嫌疑人 被抓捕归案 母亲为了证明儿子清白 不停调查事情真相 发现凶手另有其人 她来到女孩家里 用一百万收买了她家人 成功拿到了女孩手机 打开一看 里面就和众人说的一样 女孩和648个男人探讨人生后 全都给偷拍下来 接着母亲拿手机来到了警局 让道军看看里面的人 那晚有没有出现过 道军目光却停在了一个老灯上 说老灯那晚在窗边偷看女孩 母亲立马认出这人是受破烂的老灯 接着假装是医护志愿者 可以帮老灯针灸 让对方放下警惕后 趁机打听那晚的案发经过 老灯也没放心上 说自己当时确实在场 但也只是路过 母亲满脸写着你就装吧 我知道你是去和女孩探讨人生的 但母亲没有揭穿她 老灯接着说 当时她看到道军一直跟踪女孩 女孩察觉后立马躲进楼里 道军放弃跟踪准备离开时 女孩却扔出大石块 差点砸中了她 而且瞧不起道军是智障 臭骂她流氓蠢货 道军生平最讨厌别人说她蠢 而且母亲说过 如果有人欺负她 就打回去 她举起地上的大石块 猛地砸向了女孩 对方立马倒地不起 道军真是慌了 把女孩拖到村口最显眼的位置 想着有人看到女孩赶紧来救她 第二天 道军被警方带来还原案发经过 老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凶手 母亲压根不信 老灯一定是看错了 道军她是清白的 老灯突然想到 道军很奇怪 把女孩杀完之后没有立马溜走 反而在不停揉太阳雪 听完老灯的描述 母亲立马确认她看到的真的是道军 没想到自己一直努力证明儿子清白 可儿子真的是凶手 老灯听母亲说道军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连忙起身去打电话报警 他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要揭发事情真相 母亲这时拿硬物迅速偷袭她 接着疯狂补刀 为了儿子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母亲冷静过后 老灯已经凉透了 这可把母亲吓坏了 连忙清理血迹 但血量太多根本擦不完 索性放火毁尸灭迹 母亲如今不再需要证明儿子清白了 第二天 警察找到母亲 说真凶已经抓到 道军一会就给他放出来 母亲内心五味杂沉 想警察带她去看看真凶 等到了监狱后 母亲发现这个男孩也是个智长 对方压根无法自证清白 而且是个孤儿 母亲难受极了 如今只有她知道男孩是无辜的 可是为了儿子 她选择把真相吞进肚子 道军终于回到家里 发生过的事情却忘得一干二净 继续没心没肺地活着 然而母亲内心一直被石块压着 喘不过气 两人吃饭时 道军说凶手把女孩拖到天台 会不会是想让别人看见 其实是想让女孩得救 母亲不知该如何作答 第二天 母亲带道军参加旅行团 打算去散散心 不再去想痛苦的事情 可这时 道军递过来一个烧焦的针酒盒 母亲愣住了 这正是他当时杀老灯时 落在对方家里的 原来道军出狱当天 正好看到老灯被烧毁的房子 他出于好奇过去溜达 发现了母亲的针酒盒 还帮他捡了回来 母亲连忙掩饰内心的慌张 把儿子留在原地 自己掀上了车 车上的人都在搁在舞 唯独母亲坐在角落 抽出一根针 扎尽可以忘掉痛苦的穴位 很快 母亲忘掉了一切 忘我的跳起了舞 谢谢大家